学们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继续学习第十四课 奇妙的动物 首先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生词 第一个 什么 眼圈 眼圈 那我们看这只熊猫 它的眼睛周围 有大大的黑眼圈 黑色的眼圈 下一个 胡子 胡子 这只小猫 它的嘴巴旁边有胡子 我们可以说 小猫的嘴边 有长长的胡子 在我们的家里 谁有胡子呢 下一个字 滑滑的 滑滑的 看这只小猫 它的毛滑滑的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幅图 这个女孩子 它摔倒了 那为什么摔倒呢 因为地板滑滑的 地板滑滑的 它摔倒了 好 好 拿下一个字 软软的 小猫的毛滑滑的 小猫的毛也软软的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沙发 这个沙发 软软软软的 在我们的学校 老师的椅子 软软的 你们的椅子 不软 硬硬的 下一个字 肚子 肚子 看这只熊猫 它的肚子 它有一个白白的 大肚子 那现在摸摸你们的肚子 大不大 下一个字 什么 饿 这个人 他很长时间 没有吃饭了 所以 他肚子很饿 他想吃什么 汉堡包 是不是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字 饱 饱 这个小女生 他吃了一二三四四碗米饭 所以他吃饱了 下一个 看这个小男孩 他在做什么 他在给小兔子吃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说 那我们就可以说 喂 他在喂小兔子 他在喂小兔子 小兔子 他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是 胡 胡 胡 我们吃饱了以后 我们可以去走一走 我们可以说散步 看这只小狗 它的主人 带着它去散步 去走一走 我们每天吃完饭以后 可以去散步 你们常常去哪里散步呢?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神词 请读一下 圆圆的 恶 眼睛 兔子 散步 胃 软软的 胡萝卜 眼圈 非常好 那现在呢 我们把课本拿出来 翻到第53页 我们来读一读 调好